所谓下历,就是下朝的历书,比之更早的历书,按照上书记载,就是帝遥时代的历书,上书谣点记载,帝遥说,自,如希即和,其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润月定四时,成岁,允离百宫,数计贤西。 其中,七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润月定四时的表述,显然说明,帝遥时代已有阴阳和力,所谓阴阳和力,就是调和阴力与阳力的力法,月亮圆缺一周历时月29日12小时,圆缺12周,约为354天,因此必须要滋润才行,否则就与阳力误差越来越大。 故而,古人综合考虑之后,调和了两种力法,这就是阴阳和力,问题在于,阴阳和力既适应农时,便于指导农业生产,又方便计时,无疑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力法。 那么四千年前的帝遥时代,中国人真能创造出如此高级的力法,对此,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印证了史书又一记载,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圣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关于瑶都平阳,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山西香坟陶寺遗址,相关考证汉牛冲动,本文不在坠言,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瑶都平阳在山东西部一带,但相比之下,陶寺遗址证据还是要更充分一些,其中,陶寺遗址的一些重要发现,表明四千年前的帝遥时代,中国的确已有阴阳和力,如今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但在帝遥时代,一年却是二十个节气, 陶寺遗址出土的用于力表侧影的硅齿,由间隔黑色和绿色隔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共有二十个,其中包括二分二致。 以及对夏至日刻度的突出,陶寺遗址观向台,现代学者研究发现,可以观测到二十个节气,这与硅齿互相印证,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陶寺先民必然已经掌握太阳力,大致计算出一年多少天,因为通过二分二之间的间隔,可以大致算出一年多少天,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年的概念,也就无法制定二十节气。 当然,如今回归年是以太阳连续两次通过春分点的时间间隔,以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日,是根据一百二十一个回归年的平均值计算出来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陶寺遗址彼齿上对夏至日刻度的突出,还是比陶寺早两千四百年的河南浦阳西水坡遗址,都显示古人早已掌握二分二致。 既然如此,或许早在六千五百年前,古人已经知道一年多少天,相比于阳历,阴历起源时间可能更早,也更容易观测,因为月亮存在,朔旺,完全不见月亮为朔日,月亮最原之日为旺日,故而观察月亮速旺,非常方便古人计时,陶寺遗址中就有一些观察月亮的证据,除了陶寺晚期出土的身同朔旺月小轮,下图。 同齿轮行器,笔者怀疑中国齿轮可能起源于此之外,还有一个极为奇怪的现象,就是东边的一号缝隙,根本不可能用于太阳日出观测,正常来说,古人不会劳民伤财地制造一个无用之物,既然如此,有何用途呢?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何努指出,陶寺同朔旺月小轮的出土,证实了,谣点,关于阴阳合力的存在,观象台东一号缝隙,应该是用于18.6年一个周期的越南之观测缝,陶寺先民对月亮的观测,显然已经极为深入了。 因此,虽然陶寺遗址没有留下直接的一年366天的证据,但他们掌握二分二制,以及将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等,表明地摇时代已有将一年定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之上,随着数学、天文等的进步,汉朝太初历才能将一年定为365.2502日,1月等于29.53086日,这与现代一年时间极为接近。 同时,在太阳历的基础上,古人或许发现月亮十二个圆缺与一年时间大致相等,于是为了便于计时,又将阴历柔和其中,通过质润让其与阳历时间吻合,于是就形成了阴阳合力。 需要注意的是,阳历才与农业生产相吻合,阴历根本没办法指导农时,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因此阴历年的长度必须适应阳历年长度,总之,以陶寺遗址反映的天文水平来看。 第一时代完全可能制定出七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润月定四十的历法,上书咬点没有说谎,陶寺遗址1958年被发现。 1978年正式科学发掘,自此拉开了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大幕,期间以45年,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85年连续考古发掘的时期,虽然当时是以探索下文化和寻找下虚为缘起,但这一阶段却获得突破性收获,随着目的及拘止的发掘。 这一时期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陶寺文化的称谓,初步认识了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陶寺文化早、中、晚文化发展序列,为之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我们意识到陶寺遗址对探讨古代国家形成和文明的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陶寺考古进入一个新时期,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一座面积达280多万平方米,沉睡4000多年的大城,渐渐露出如山真面目。 第三阶段是2002年至今,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陶寺遗址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主要有观象台遗迹、中期墓地及中期王级大墓、城北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区建筑基址、工程及其门址等一系列重大发现。 还有正在发掘中的工程内的大型供电机址、各项研究工作,如年代测定、古环境、动物、植物、手工业、石性、古DNA、同位素分析、有机残留物分析、天文考古等,包括陶寺都役以及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探索,都全面展开并推向深入。 总之,区域系统的新调查、微观与宏观的聚落研究以及科技赋能考古,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重要都城的地位。 这座与遥密切相关的都城不断被揭示,并将以新形态唤醒大众的血脉记忆。 早在陶寺遗址被发现之前的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继先生在近南坟河流域调查,出道临坟时,李继就说, 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遥的古都。 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崇高品德呢? 今天,经历四十多年的考古研究,一般认为陶寺遗址是遥都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是以遥霍遥顺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遥霍遥顺也许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更多的是代表一个时代。 尽管我们不能将某一个遗址与具体的遥霍遥顺完全百分百对应,但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是存在的,且已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阶段,陶寺为遥都所在,已经初步形成了证据链或多重证据,具体包括考古实证,文献印证,民俗旁证,遗产佐证。 陶寺遗址考古学年代距今4300多年至3900年的时间节点,与陶寺所处近南唐帝遥须空间范围形成了时空之证,陶寺出土的龙盘,龟齿,蚊子扁虎,驼骨,石庆,以及观象台遗迹等提供了与遥霍遥顺密切相关的实物之证,陶寺的巨大城址,工程宫殿,族群墓地,仓储作放等独异要素反映的文明形态,与那个时代文明已成的状态相应。 陶寺都城遗址,以及周边一百余处的陶寺文化遗址分布,与遥顺时代的早期国家及古都相识,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实证越来越充分与清晰,陶寺所在的近南是有关遥或遥顺文献典籍繁多且系统记载的地方,如上书,遥点,上书,顺点,论语,史记,武帝本记,周易,细词下,诸书纪年,博书,周易,昭力等,不胜枚举,甚至文献所言细节如 观像寿石与观像台,陨植绝种与龟齿,宁植卫乐与古清乐器等都可相互印证,民俗是大众对文化传统的生命体验,是一种可以跨越时空的情感记录,地方制和方言资料显示山西香坟,临坟南部,曲卧一代方言称,太阳为摇窝,似摇王发音,红铜县皆姑姑迎娘娘这种与摇的二女俄黄,女婴相关的走亲习俗。 声势浩大,延续至今,陶寺村2月2社火节,正是以缅怀先祖摇为主体的民间节庆,或周清明祭祖花摩,蛇盘盘,也很可能像陶寺出土龙盘一样,是一种象征与寄托。 此外,在中国各地见到大量与地窑有关的文化遗产,尤其陵坟地区留下许多传承至今的纪念建筑和名胜古迹,如著名的姚庙、姚陵、姚居等,这是十分明显的传承遗产,也是一种佐证。 苏炳祺先生早在1987年的《中国建设》上发文指出,中国一词出现在姚顺宇时代,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晋南这块地方曾保留了远自7000年前到距今2000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植根。 1993年苏炳祺提出,大致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核桃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之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姚顺时代,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这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的中国。 早期中国的诞生或言最初中国形成问题是探索本源十分重要的内容,最初中国强调的是中国最初形成的一种状态,而不仅是一个时间和年代最早的问题,最初的中国必须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 国家时期,既不是囚邦,更不应是部落或士族阶段,其二,这个国家还应是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 作为一种观念,地中应存在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众多证据表明,四千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致持在西周时期,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或言天下之中被逐渐由晋南转移至洛阳盆地。 同样的,最初的中国也应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存在着文化母体中孕育的中国,诞生了的最初中国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等不同历史进程中的新形态。 虽然久远的历史图景很难具象,但在长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最初的中国呈现给人们这样一个图景。 距今四千三百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山河,卧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核桃,海带,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融合中,陶寺运化出一座黄黄都城,在这里,先民驻成建工,净受民实,千莫交通,以礼治国,和和万邦,出现王权礼治,即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早期国家具有海纳百川,务实创新,传承发展的特质,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独具特色,人们创造的文明品质和精神内涵是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不仅是陶瓷文化,中国史前时期不同区域的各个考古学文化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传统文化。